這一上車我就覺得已經輸了 嗚嗚嗚嗚嗚嗚嗚 這個提速也不怎麼樣一般般吧 會不會本田追殺 有點害怕哦 那到底冰製做得多爛 我剛才想試一下這個冰製 因為聽說它賣得非常好 然後所有的老師說你不用浪費時間 叫我直接試這個製載 大家都推薦說這個製載非常好開 我先感受一下 這一上車我就覺得已經輸了 跟著我跟今天試過的所有車 這本田的內飾真的瞬間 唉 要試嗎導演 會不會本田追殺 有點害怕哦 唉 試一下試一下試一下 見證奇蹟的時候到了 我們來看一下本田的音響 哎呦 哦 本來沒什麼期待的 哇 這個本田還可以哦 BOSS的 難怪還可以哦 我剛剛沒注意到 這原來是BOSS的啊 以後在本田標上面看到BOSS 就是可以安心了好不好 哎呦我白很擔心 是不是本田要來追殺我 我現在看到BOSS就安心多了 哦 這可以 BOSS就是BOSS 真的 哦 不錯 真的 晚風輕浮風湖湖灣海浪幻想 陽光沙灘海浪仙人仗 還有一位老船長 人在廣東已經Q國十年 有時也懷念裝作一匹經已改變 仰致天空將你我相信 懷念你 在講之前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大家知道陳小春這首爆一爆 是周杰倫幫他寫的嗎 我是現在才知道 周杰倫幫陳小春寫歌 我有嚇到 跟這一套本田的音響 讓我有嚇到的意思是一樣的 我剛上車其實老實講 我是沒什麼期待 因為大家知道本田嘛 就聽VTag的聲音 哎 但是現在連VTag都沒有了 我講說本來本田的車不怎麼樣 這套音響勒 我跟你講就是很傳統的美國聲 聲音並不是非常細膩 但是它絕對是夠雄壯威武 我們台灣話說 很大槓啊 大槓的意思就有點像那種 澎湃洶湧的感覺 所以就是我覺得這套音響 是我個人非常喜歡 其實BOSS在本田的調音 都是我個人比較喜歡 就是那種整個聲音 那種銀面撲過來那種感覺 如果你很喜歡標準的美國聲 我覺得你可以來感受一下 這套音響啦 雖然它是日本車 但是它上面 可能是因為跟BOSS合作的關係 所以這個聲音是比較傳統的美國聲 我個人是挺喜歡的 然後聲音還是比較偏那種粗獷一點點的 如果你喜歡聽西洋老歌 或者你喜歡聽一些Jazz啊什麼 其實我覺得這一套 相對來講都是比較適合的啊 你如果喜歡聽音響的話 你可以感受一下 講一下設置 高中第一你就這樣設置啊 我就不講幾格了 因為這我也不知道幾格 你們就稍微自己記一下 如果你買這個車的話 然後重點就是啊 這個我測的非常久 它最好就是全車啦 你放在其他地方都不好 為什麼 因為聽起來太聚焦 聲音會不太舒服 但是這個設在全車啊 它的聲音非常有自然感 而且相對來講 它整個澎湃感會更好 所以我覺得設在全車是最好的 如果你買這套音響的話 你就就像我這樣設定 真的會完全突破 你對本田音響的想像啦 好不好 我只能這麼說啦 BOSS還是挺牛逼的 這個我這樣講 BOSS沒給我錢 那個BOSS記得充值一下 我們關係這麼好 不要每次只請我吃個飯 就算了好不好 好啦 試一下車啦 試一下 他們說這個車開起來挺厲害的 我來試一下 沒有讓我特別驚豔的感覺 因為這個就是很普通的 本田調教的底盤啊 可能我一直對本田的底盤調教啊 相對來講是比較有信心的 因為我覺得本田 他在做這個底盤的這個工程師 確實他蠻能夠掌握調教 比較靈活度的這種精髓吧 所以本田的調教 他們說很特別啊 講我覺得這個就是本田一貫的水準啊 倒是沒有讓我覺得特別驚訝的感覺 但確實是這個底盤轉向啊 各方面手感啊都挺好的 雖然它是SUV底盤比較高 但是而且它這輪胎 事實上用的並不是太好 但是你在賽道上面 算是這種平緩的行駛的話 也都還夠用啦 畢竟它是一個民用車嘛 不是什麼性能車 當然這個車沒有辦法 做很激烈的駕駛啦 說真的啊 你看駕駛 你看瞬間側起 你看推頭了飛出去了 只要速度過快 它就推頭就會飛出去 這個大家買這個車 再開車要特別注意彎道不要太快 畢竟還是一個SUV啊 它只要一推頭你就再見了 什麼叫推頭 就是你前驅車 如果速度太快的話 你的車子 你這樣往右轉 但它會一直往你的左邊衝啊 就表示你進彎的速度太快 就會推頭 我就整個車 車頭一直想飛出去 這種感覺 表示你推頭 不要以為入彎速度越快 出彎的速度也會越快 不會耶 因為你相對來講 入彎速度太快 它推頭就一直往外面跑 你反而有失控的風險 好不好 稍微跟大家分享一下 入彎的速度 一定要稍微自己控制一下啦 這個底盤是做得不錯啦 但是就一貫本田的水準啊 剛剛那些老師說得這麼神奇 那到底賓資是做得多爛 突然到我覺得很害怕 知道嗎 本田會不會找我 其實我覺得這幾年啊 我們中國自主品牌 很多內飾啊 動力都追上來 但追不上來是底盤的調教啦 那目前真的我覺得 合資品牌在這部分 還是有一點點優勢 但我也覺得很快 我們中國就追上來了 尤其我試過海豹 什麼極克林林這些車之後 我真心覺得很快的 我們這些底盤 我們也追上來了 真的沒有給我太驚豔的感覺 這個就是 本田一貫的水準啊 底盤做得是相當不錯的 軟中帶硬 我沒該這麼說 本田絕對不會做那種軟趴趴的車 回望昨日在意向那門前 唏噓的感慨一年年 但日落日出永沒面前 做個精彩的音樂 是一個真心的 我也沒問題 在意向那邊 我們在意向那邊 我們在意向那邊